東童好 東童好 前腳才剛踏進眷村 侯友宜馬上受到民眾熱烈歡迎 東童好 桃園故莊 一天八個行程塞好塞滿 民眾熱情歡迎侯友宜笑開懷 端午連假侯友宜拜會之旅 桃園市長張善政更是一路跟到底 侯友宜在替立委參選人站台 展現母雞騎士 東童好 如果兩岸之間 顧問如何要趕快重啟對話 今天在座的各位 你要讓你們的孩子 每一個都上戰場嗎 所以這場選舉很清楚的 就是我們的和平 就是我們戰爭的選擇 侯友宜在轟民進黨 把百姓送入戰火的威脅中 我也不希望看到每一個人 都用中華民國的國旗 把它覆蓋上去送走的那一刻 那是令人傷心 侯友宜合體黨主席朱立倫 以行動展現藍營整合氣勢 打破萬喉傳言 也直接面對 侯友宜民調排名第三的質疑 這項一個比賽 我們才在第一局的上半 那第一局上半 也許我們腳步沒有那麼的穩 我們會調整腳步 最後贏得勝選 藍軍大喊一局下半才開始 北市黨部挺喉造勢7月2號即將登場 除了黨內大咖道場 還力邀前高雄市長韓國瑜道場 讚佳 國民黨本來就是具有優勢的議題 包含兩岸支持九熱共識 如果侯友宜的團隊呢 能夠來因應做出調整的話 未來呢民調再往上增長 應該也不是不可能的 侯友宜抓緊端午假期 跨出新北本命區 加速地方整合腳步 要拼逆勢勝選 記者林振堅王志恆SNG小組桃園台北採訪報導